我刚从美国回来 在美国也感受了整个大家对世界经济未来的看法 欧洲今天面临的挑战非常之大 我觉得危机根本就没有过去 而且人类可能永远度过不了这样的危机 我们要么是在危机之中 要么是在走向危机之中 在未来的几十年以内 人类在各方面所困难的危机都超越我们的想象 在经济上一会是美国一会是欧洲 很快也可能是在我们亚洲 也可能出现的 我们相信每天出现的这种自然灾害 今天这儿地震明天那儿喊笑 后天又这样 我们也看到可能很快 由于经济 由于自然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社会危机 也会成全不断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处在一个 充满危机的时代 而危机的核心 是在危险之中才有机会 我自己觉得我们很幸运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经历这样的危机 并且挑战这样的危机 解决这样的危机 在三个礼拜在微软在盖茨加利 我们跟巴菲特我觉得做了一个很好的交流 巴菲特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受到这种激情 一种未来的梦想 他年龄这么大说 他感恩感谢生活在这个时代 所以我也是觉得 假如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对今天这样充满危机的时代 充满的感恩之情 充满的挑战之情 没有理由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三十年 绝大部分的企业家 今天都在我们这种少装的年龄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相信 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其实人经历挑战 经历危机是一种巨大的缘分 但是我们另外一想 如何面临这样的危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心态 什么样的能力去面对今天的世界 我们必须有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视野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不是做得更全面 不是做得更好 而是做得更加独特 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我个人认为 在今天这样的状态下面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 但我们绝大部分的人的思考 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 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 但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工业时代 所有的人 大家对企业家的看法 和企业家对自己的看法 对社会的看法 都有很大的偏差 社会对企业家的看法 你们企业家商人 一定是唯利是图 就是为了赚钱 一切的目的为了赚钱 而企业家对自己的看法 也分分不平 今天很多人说 社会上有很多弱势群体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今天企业家 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 也是一个很大的弱势群体 所以我就想 我们今天做企业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 高度的结合 才能让我们整个 没有理想主义 不能引导我们未来 没有现实主义 我们活不过今天 我觉得我们进入21世纪 是迅速的全球化 在信息化的情况下 所有的企业 必须重新回归思考自己的问题 我认为上一个世纪 企业的存在 是为了寻找机会 我们说创造客户价值 寻找机会 并且把这个机会做大 做持久做好 而且21世纪 所有的企业 必须去解决社会的问题 假如我们不能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不会持久 我自己的公司也正常问这个问题 什么东西能够让阿里巴巴 再度持续发展20到30年 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这样 几样的公司发展20年 但是只有一样事情 是可以让我们持久的发展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社会问题 并且持久去解决它 去完善它 去改善它 互联网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快 总结了互联网有四大主要的要素 一个是它更加开放 第二是它透明 第三是它分享 第一是它承担责任 所以由于这四项的主要的价值体系 或者功能 使得互联网在前面 短短的十几年以内发展迅速 互联网的企业发展迅速 那么从这儿一看 21世纪的企业 假如你希望能够生意21世纪的发展 假如你希望生意未来的发展 你必须坚持 开放 透明 分享 和承担责任 我们今天在做企业的过程中 也必须再回到很多地方 都回到基本点 back to basic 比方说第一 我们永远坚信 客户第一 员工第二 股东第三 这是我觉得阿里巴巴的生意 客户不仅仅是你销售的客户 而是社会的利益 如果你不能为社会解决问题 如果你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 你企业存在的利益并不是不大 而让这个创造价值的核心主体 是员工 他不是股东 今天在西方 导致金融危机很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原因之一 除了贪婪以外 我觉得股东利益第一 是导致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做企业 一定要回到 你谁是你的客户 你为他创造了什么 谁为客户创造的价值 员工 第三 才是股东 另外呢 我想也是在 这次在美国 我在座的认为 我跟很多美国的企业家 经验交流过 我觉得我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一个眼睛永远看到的是客户 另外一个眼睛看到的是合作伙伴 而上一个世纪呢 我们很多企业 这个眼睛看到的是财户 看的是股东 这个眼睛看到的是竞争 假如你希望看到的是股东 这个眼睛看到的是竞争的话 你的企业永远不会开心 永远不会快乐 上一世纪呢 我们经常讲 劳资资金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讲的话 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而本世纪是合伙人的关系 我们上一世纪末提出 很多企业的发展 是最佳雇主公司 我们现在提出 员工应该是 最具幸福感的员工 企业必须打造 员工的幸福指数 我们的员工也许不是收入最高的 但是他们是最开心的 最快乐的 他们知道自己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为自己创造的价值 为家人创造的价值 这个时代呢 我也相信了这个灾难 会越来越多 刚才讲 但是我相信了 人定胜天 这个定 是指镇定的定 不管多大的灾难 人只要镇定下来 你自然会找出方法 不能因为社会有动乱 不能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改变自己 所以我相信 外面不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你知道我为社会创造价值 我为家人创造价值 我为后代创造价值 我为我自己整个 企业的员工创造价值的时候 你会心安理得 不断地走下去 所以我相信呢 在这儿我也想呼吁大家 高度关注我们的年轻人 关注未来就是关注年轻人 我坚信这个世界 问题很多 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会更加多 而解决问题的更多的方法 一定来追我们年轻人 相信那些80后90后 就像每一代人一定超过前一代人一样 80后90后 他们将会承担起解决这个社会很多问题 关心他们 我更需要关心环境 今天我觉得像玉树地震 我们总共死掉了2000多人 但是由于水污染 由于空气污染 导致我们每天死掉的人 至少这一两万人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 至少有五个到十个玉树地震 青海地震 这样的灾难在发生中 假如我们不关心未来的环境 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发展 是在制造为了更大的灾难 我相信企业家们 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公关 更不是为了口号 而是我们为自己 为自己的后代 下一代建立一个环境 让我们的员工 让客户 让我们的家人都感到快乐 谢谢大家